手游酷玩 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酷玩的 在这里今天也带来的游戏叫做墨水公司 其实就是做一个纹审室 然后给这个顾客纹审 然后这个游戏的线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我现在用的这个 这个线是粗线 然后还有一种是细线 然后再有一种是喷嚏 这个是三种 大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 然后大家具体分析 然后其实前期啊就直接用喷嚏就行了 然后现在这个呢 我这个 哎 换了一个打电话的女的要闻神 兄弟你别告诉我 你要闻一个大不少人 他没有 他要闻一个这个图案 这个就是喷嚏 大家选中之后 那一直在上点 他就会扩充一直到徐线 你可以看啊 他会把所有徐线包裹的地方 全都留出来 相当于会喷出一个这样的形状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 这个也不算完整 其实是完美 这个是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形状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好玩的游戏 我个人推荐也是在四星左右 现在呢 其实闻神变成了一个很正常的事啊 但是在很多年前 反正就是我上学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闻神的人啊 都是叫什么不良青年啊 但是这种东西就是属于一个小文化 有的人能接受 有的人接受不了 所以说这也是看大家自己怎么选 我现在呢 也是有点闹谈了 其实这地方直接使用喷漆就可以了 因为他是被徐线包裹的 他会直接把那个喷漆喷上 但是我现在选择用这个手动去描他 然后我描的还挺准的 但是好像顾客应该不是特别满意啊 我好像描的稍微偏了一些 有点难受了 这位置确实是应该用喷漆 哎 这个附在这 我的兄弟 你这样的我不想给你找个打扰 我怎么感觉你这么磕人呢 现在呢直接用这个喷漆看能喷成啥样啊 然后哎 其实这样的话 他你就是直接滑的话 他就不像大家所用的那个填宠的那么简单了 他会直接把这图案滑出来 这个用那个笔是一样的 然后他会比那个笔稍微粗一点 然后我这么用的话呢 其实是属于一种脑擦行为 我承认啊 但是我感觉这么玩挺好玩的 所以说我直接选择用这个笔 自己把这个图案画出来 然后先稍微注意一下啊 因为 有点难受 哎哎 完了 这躲出来一块啊 这个我这花花工具好像有点渴着 咱没关系啊 应该完全 里边都好整 没事 先把这个里边的图案啊 全都填上 把那个里边多余的颜色全给它去掉 完了 多了一块不知道这个顾客能不能满意啊 你千万不要砸我的电啊 瞅他这样真像一个不良庆典啊 哎 还给了我一个三星好评 我兄弟可以的 啊可以 我很满意啊 你这个 我估计他认为我这底下涂出来的部分啊 属于一个十来之笔啊 所以说他也没有太过去在意 哎 这个人特别的满意啊 特别高兴 然后呢 再一次开始 哎 来了一个类似于贵妇的这么一个形象 哎呦妈你这个 你要在你身上闻一个胡子 啊 狠呢 兄弟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啊 一个女的在自己身上闻一个胡子 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这个也是填冲上了啊 然后让我们来这边填冲 哎可以 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是比较完美了 因为这个喷气确实是个人觉得相比于笔来说啊 确实是比较好用 笔还是做那种就是一个外部图案 然后里面没有空余的这种东西的时候比较好用了 现在呢也是拿到挺多三星好评了 但是其实还是二星居多 大家玩这个游戏想获得三星啊 其实比较难 因为你需要比较稳定的去把图案整出来 然后整出来之后呢 你还得去怎么说 我个人认为还得比较能仔细的去把握什么情况下 该用什么东西 这个人要在身上闻一个爱心哥 这跟你这个猛男形象好像不太匹配啊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的游戏呢 叫做墨水公司 客人评价大概在4000左右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这首酷玩 如果你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其他游戏视频 感谢您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